第一節比賽看的雙方中學跳球JUMBLE 觀眾朋友們給人人高中獨攤高中最熱烈的掌聲 考到證照從CG開始大概是20歲21歲 然後那個時候都在校內啊 或者是一些附近的學校互相會支援 然後真正第一次參與到比較大型的活動 大概是23、24歲左右 那個時候剛考到B級 然後那時候PTT上面有一些裁判在聯繫 包括現在有幾位國際裁判啊 甚至聯技術委員那時候的朋友 然後就他們有一些蠻提拔我們的啦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始跟他接觸 然後考到A級的話大概是26歲左右 那那個時候也差不多剛好是HBL開始接觸 正常休息室大概都會有一箱水 因為今天第一場 就不一定有的時候他們會搬過來 但是如果還沒有的話我們就會就先來 剛剛到球場喔大概就先確認一下 搭檔有沒有來啊 然後魏老師 喂魏老師好 就是這樣子會比較 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這些東西就是大家就會坐在裡面聊天 然後會 然後會 然後會一些東西 這樣 然後那個南山 南山跟南湖打打不太一樣 因為南山有中鋒 所以 中鋒 都是拉出來 都是拉出來 所以變得是 要注意 南湖的切入 因為裝鋒比較滿 然後low pose的對抗 還是好 那注意一下那個走步 就是那個 單腳墊鋪的對 就是如果我有吹 那如果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東西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持續下去 墊 墊過來 那是左左右 那是左左右 左左右 它是運了之後這樣子收 然後墊 然後左右腳再一次 然後再過去 它大到 大到連那個 它收的時候就 右腳大的時候有沒有再墊 空中 然後再墊 然後再墊 再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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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上的改變 其實 比較多的是 比較大的狀況是 最早 大概這幾年最早的部分 就是 屬於回場的部分 因為回場那時候 術語就是三點過 三點過前場 然後那個時候 中間有一陣子混亂 那接下來就是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然後還有進攻時間 然後三分線變長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造成 比賽整個球風在改變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 其實在台灣的環境部分 就是因為球員 並不如國外的高大 所以會打得非常的快 不管從國中 高中 大專 甚至SBL 其實都是以快速為主 那相對裁判的體能 其實也必須要變得更多 那狀況 比較好的部分就是 現在 以前都是兩人裁判 現在變三人裁判 所以 也許幾年負擔不那麼大 但是 你自己必須去監視自己 希望每一個球都到位置 每個球都準備好 那 在這些規則下面 我們行有餘力 那我們會更有空間去判斷 新規則的正確度 然後也不希望球隊 因為我們的吹判造成影響 然後也不希望球隊 因為我們的吹判造成影響 他講就是 你缺了一顆金剛嗎 對 你看到 你有下掃嗎 還是什麼 老師 我下 我是下金剛 對 但是 我是認為那個球應該做雙胖的 對 因為這個明顯 他手已經 可是麻煩就是 因為其實他動作是兩台 可能有幾乎同時 但是有先後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放掉 沒關係 不是同時 因為他滑水箱才 因為他一定是 過不了他才這個動作 那 如果 如果有什麼時候 我們認為是 在彈不上 好 雙胖都一直滑水箱才 比較 控除的是他 我想雙胖都會進入這樣 好 好 我就沒有了 我已經腳都看到了 就是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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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 就是這個動作是還大的 對 他其實這個動作是大的 對 就是暫停發聲 如果我們去叫 他第一拍 沒有人要殺 反正就是趕 然後往一起 對他殺 我覺得 口氣不好 這邊比較容易造成影響 但是動作是比較不穩 對你的保障 來 停上來了 然後一直打算 因為他們那個 他也必須提醒的節奏的時候 他就 他也會想要做一次 所以這個效果比較好 OK 所以想到不必要 好 好 跟以前時代比較不一樣 在以前時代我們其實不太 我們被接受教育的時候 跟球員的溝通其實是不太有的 就是催完犯規就走人 跟球員的交談少 跟教練的交談少 可是我們現在慢慢的被教育的時候是 偶爾你必須要跟教練 必須要跟球員 要去做一些互動 是良性的 讓所有的人很專心在比賽上面 然後讓裁判 讓球員或教練去感覺裁判是 站在 球隊這邊著想 而不是 站在 只站在裁判或是站在大會的立場 希望是成為一體的 除了吹 對或吹錯 那 由於角度不同的部分 我覺得 有溝通的必要 那當然這些溝通 也是希望讓比賽更好這樣子 不要吹 好 來回場 那個小心球 蹦蹦不要採現球 雙腳 雙腳 雙腳或換腳 新的規則已經用很久了 才用同一隻腳連續墊布 會看啊 我以前也是戰神 在PTT我也是戰神 我也會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喝酒醉 看得很生氣 然後就啊 就莫名其妙回聞 然後可是你必須要去控制自己 因為其實台灣在 台灣在 這個氛圍底下才是裁判是個弱勢 就是 他並沒有一個 統一的發聲管道 你每一個人 這邊放一炮 那邊放一炮 然後其實會讓 不管是高中 大專或是凡學 其實他們很難做事情 那我們都會希望去 做解釋是針對 影片或是 這樣狀況去做 說明解釋 而不是 講說什麼你來吹啊 然後怎麼樣 你又沒看到 或你不在現場 那其實沒有任何幫助 那就是吵架而已 那我們也不需要去證明自己說 我們這個球是錯或對 因為錯或對 其實 慢動作或是什麼 其實都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 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是 針對這個狀況 去做一個 這個球 因為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狀況 吹什麼犯規 或是不吹什麼犯規 它都有它的存在 那我們不去做 一些情緒性的反應就是 裁判就是 但是在場上你要保持理性 即使情緒控制或幹嘛的 人家對你 超乎規則的東西 你生氣 是造成自己 站在不利的位置 很多事情就是 好你打我 那你就打我 但是你犯規 我們也不希望 因為我很生氣 所以我打他一拳 因為我很生氣 我跟他咆哮 那你就喪失了裁判這個很公正 或是一個很正義的角色 那也許很多情緒 是自己吞下來 但是我們都希望 因為我們吞下來的情緒 所以必須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裁判其實他 對於一個掌控 它是一個靜靈性的部分 對這大概是 我們比較多看這個狀況 現在就這樣 也十幾年了 你要看很多文字 你也沒有辦法一直說 去做很大的反應 好 謝謝 也不能算是工作 但是我覺得它是讓 除了第一個它是 一個還不錯的 對打工來說 是一個還不錯的收入 第二個是我可以 一直跟籃球接觸 那第三個是 我覺得這裡面 有交到很多好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不斷讓你有動力 去變成裁判 變成一個還不錯的裁判 對 我覺得這樣蠻重要的